原来话我习惯性的去用多菌灵来拌土 有人问我怎么个比例 有没有必要 我给大家伙说 就像这种叫杀菌剂 就像咱们人 你就应该你们没听过 有的也有养过 你像养猪的养鸡的 就有些麻辣烫 都给你放一些防止拉肚子的药 你知道吗 明白这个意思吗 养猪了养鸡了都拌着药下去 其实咱们养花也是 有时候咱们用到的土不是那么哇塞 你就需要用一些这种多菌灵 这些拌一拌来防止烂 还有时候咱们牵插 牵插的时候 可能也用到一些多菌灵之类的 用来消毒杀菌炎这些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用 如果说你很健康很健康的一盆花 很哇塞很哇塞的土 这个东西其实就没有什么大必要 但是一旦你那个土不那么哇塞 植物不那么哇塞 这个东西还能救命是吧 这菌灵呢比较便宜就卖了好多年了 它是一个比较广谱的 那半土的时候呢大家就随便来点就行了 就一般是一笔一千也就是一千毫升的土 也就是一生的土用一毫升的这个东西就行了 就是每生土一克大概这种样子喝了喝了就行 欧了明白了吗 我们有时候呢用剩下的一些个土 你比方说不喜欢了啊 那个花死掉了 我们把那个土倒出来 我们有时候会因为高温的一个堆熟 对吧高温爆晒杀菌 然后呢再去签插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再办一些药 明白了吧 一比一千适用于大多的东西 你比方说肥料啊 比方说你们用的各种药啊 各种肥料 基本上一比一千都不会出问题的 别的没啥 希望花我们盖他这个脸 多菌灵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邪恶啊 懂这个事就行了 塞浮腺案 它只是名字不一样 就是咱们用到的一些个抗菌素吧 你比方青梅素红梅素是吧 还有什么头包啊 其实这个东西跟咱们用的植物的药 它是一个道理 它只是名字不一样 没有吧 你看塞浮腺案这种东西啊 就是咱们日常卖的小白 它撒到土里面 它时间久一点 而且它毒性没那么强 明白了吧 不用太纠结 你纠结个啥呢 把咱们之前给它们放的那个杀菌剂 杀虫剂那一段给它放上 如果说是药品类的呢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都会有这种环带 你像杀虫剂呢 是一种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呢 而且中间会写着杀虫剂 杀菌剂呢 是这种黑色的 里面会写着杀菌剂 那顾名思义 杀虫的就是杀虫的 杀菌的呢 就是杀菌的 明白吧 大家了解这个事就行了 你杀菌就选个杀菌剂 但凡试一个就管点事 就跟感冒了一样 你只要吃点抗生素就管点事 对不对 懂这事就行了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罗和一 然后最容易 拜拜 晓纸 twent 股 淝 虫